我們來講一下這個檔案的功能的限制 它有兩個,一個是它不能做全文堅住 像我剛剛講,主要是做檔案名稱跟資料夾名稱 第二個,你的隨身碟 隨身碟不是不能找,而是你要看一下 你的隨身碟的所謂的格式 你看,隨身碟上按右鍵有一個內容,對不對 你要看的是什麼,這個 如果你們家的檔案系統是這一種的 它就找不到 FAT32 因為隨身碟預設來 請問隨身碟來,你有來了之後 你應該就馬上用了吧 也沒有人在做格式化的 現在應該很少,對不對 因為預設就是這一種 用FAT32是它的相容性比較高 所以你今天拿在PC的,拿在Linux,拿在Mac的都可以用 但是呢,如果你是一般我們的系統的 你看我們在這邊,按右鍵內容 有沒有發現好像跟剛剛是不一樣的 有注意到嗎? 因為這種的搜尋方法 它是利用這個檔案系統做的 NTFS 所以如果你的隨身碟 你沒有重新格式化過 它不會找到這個 這樣了解嗎? 如果假設你真的 我平常在用就是不會用到 比如說一些像手機的 手機的就插到手機上 或是插到別的系統上 你只是在Windows上 你可以把你的隨身碟 可以把它格式化 格式化之後可以把它變成這個 有沒有, NTFS 那麼你隨身碟的它也會找到 這樣清楚了嗎? 那當然看情形啊 原則上 現在大家 大部分有些像我們這邊 環境比較特殊 就不適合拿隨身碟 對不對? 這邊就不 會禁止使用隨身碟 而且隨身碟 老實講 就是中毒來中毒去的機會又比較高 所以現在大家 慢慢的隨身碟用的機會比較少 這樣有了解它的限制了嗎? OK了齁? 好